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愿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恭喜财多事少福气旺,四大生肖横财救兽。 生肖徒,福禄双至,从主兔人一生的运程来看,他们往往能够获得福神和财神的眷顾。 从而福禄不缺,生肖徒不尽有拼,佛的精神也有贵人运势,时常因此走,上财运的顶端。 在务虚苟年中,他们主,剑柏托梅运,财运逐渐攀升,到了十月份之后,生肖徒获得极星天财助力,横财一波接一波,身界不可同日而渝。 生肖侯,天财大棒,对于聪慧的生肖侯来,月,他们总能抓住身边生财那夫的姬,会,为自己带来财富上的提升,从而遇,财神结怨。 不过,由于在过去的两年里,他们一直受到太岁的压制,运成痴,耻味现好转,让生肖侯的积蓄越来越少。 不过自从流年交替以来,生肖侯主,见恢复自信,他们也呛在十月份中大显身手,牢牢把握横财, 从而让财库风盈,日子如意,生活被福气包围。 生肖蛇,招财望运,能够用冷静的态度,审视一切的生肖蛇。 本身就是一个擅长,捕捉财运的主项,无论大财还是小财,只要机会出现在生肖蛇面前, 他们都能及时锁定目标,并且替时出击,易击毙,胜。 虽然在上个月中,生肖蛇赞且在财,腹上遭遇挫折,但是也在酝酿下一波的财运。 在十月份中,他们牛刀小事,轻松,捕获偏财,从而继续翻上几番。 生肖狗,喜冲太岁,在过去的几个月中,身处本命年的生肖狗, 在太岁的影响下,吃了不少苦头。 虽然他们不甘心处于运,试得低谷,用自己顽强的毅力,争取时,来运赚的一天, 但是迟迟未能获得财神的青烂。 不过,生肖狗的付出,枪在十月,分中有所收获, 他们除了能够把握功、资、还能引来偏财, 从而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,南无大慈大悲观时因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勋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笑口敞开,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土地公地户,苦尽甘来的生肖。 第一名,生肖牛,牛年出生的人天资聪颖, 脚踏实地,勤奋努力,有吃苦耐劳的精神, 早年因为出生普通,六亲无靠, 无法得到绝好的资源,去施展自己的能力, 从而被埋没,一直默默无闻, 有时也会想要放弃,破冠破摔, 但只要能熬过三十岁, 他们就已敬练就了一身金刚铁甲, 百毒不侵,便能奋起直追, 勇往直前,事业有成, 发家致富,富归一生。 第二名,生肖虎,虎年出生的人头脑灵活, 性格刚毅,很是执著, 为了梦想努力拼搏,早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, 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鸡肋和蛰伏, 走很多弯路,有时接连被打击的他们会感到非常绝望, 但只要咬紧牙关听过来, 他们一定能大有成就, 一名惊人,升职加薪,收入翻倍, 晚年生活幸福美,满。 第三名,生肖蛇, 蛇年出生的人才治国人,思维敏捷,眼光敏锐, 第六感很准,对硕为敏感, 但受家庭条件影响, 需要在社会上不断打盼, 三十岁之前,收入一般, 无甚成就,让人感觉很失望, 但只要一直坚持, 总会守得云开,献月明。 多年的魔力锻炼, 除了他们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, 最后能拥有自己的事业,才远广进。 先苦后甜,幸福一生。 第四名,生肖兔。 生肖主兔朋友虽然外表看似非常温顺柔弱, 但实际却是天生的强者, 只不过他们的强大, 是从来不会表现在表面上, 其实他们的内心非常的坚强, 通常很多旁人承受不了的辛苦, 他们却都能忍受, 他们大多数在年轻的时候, 不但能身抗百斤重, 而且排除万挪闯天下, 而且也非常的注重细节, 尽管他们总是比别人吃更多苦, 不过其后福也是最旺盛的。 等他们到了四十岁后, 运势枪会全面开花, 苦尽甘来, 不但能工作事业有成, 而且还能致富全家, 兴旺门眉。 第五名,生肖马。 马年出生的人性格豁达, 实力非凡,具备领导能力, 但注定后鸡薄发, 鲜苦厚甜。 他们大多出生在贫穷的家庭, 家庭的责任和重担都要他们来承担, 所以压力比绝大。 挪以成大事, 好在三十岁后运势上升, 到了五十岁早已净发嫁致富, 过上钱财无忧的生活, 子女也不缺钱花, 献杀旁人。 第六名,生肖鸡。 主鸡人聪明鸡灵, 做事谨慎孝心, 有助远大的理想和抱负。 主鸡人年轻时容易犯错, 玩心绝大, 不太容易发财。 但主鸡人命中有财, 中年左右开始迎来大翻身的机遇, 事业蒸蒸日上, 财源滚滚, 财库风盈。 从此飞黄藤, 达, 腰缠万贯, 从穷人一跃成为大富豪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识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勋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 笑口敞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十月份头顶聚宝盆, 脚踩狗屎运, 七大生肖越来越有钱。 第一名, 生肖兔, 主兔的朋友在这个九月里可以越是乌漏偏缝连夜雨, 本就时运不济, 又欲衰神附替, 通常来月会经历一系列的倒霉事, 比如遗失物品和重要的人分别意外破财漏财等等, 令其效果不迭。 不过这种颓废的运势, 即枪在十月走到头, 接下来会失来运转, 迎来一波上涨, 不禁财库被修补, 而且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, 有望在年底前实现阶段性的目标。 第二名, 主狗的朋友在九月份里的整体运势不济, 主要是因为大号凶星的作祟, 所以不禁精神压力绝大, 而且财务方面的支出偏多, 造成一段实践的紧张情绪, 令人手足无措, 不过这种不安的情况, 相在十月得到终结, 取而代之的是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, 接下来不禁能在职场上得到注目, 采源滚滚, 而且爱情桃花进展顺利, 善深的朋友有望度过挪旺的约会。 第三名, 生肖马, 竹马的朋友在九月份里的运势略显平淡, 由于伤官凶星泛魔, 工作事业上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, 神境紧绷, 甚至会带来财富的耗损, 可谓摔神附体。 不过这种颓势及枪在到来的十月得到平息, 紧接住会有咸鱼翻身, 时来运转的好运, 不禁职场上表现会被看到, 取得成绩。 第四名, 生肖牛之人向来性格稳重, 他们心地善良, 处事比决理性, 态度谦和。 另一方面, 生肖牛之人, 天生具有过人的商业头脑和牢靠的戒指观。 在工作中, 生肖牛之人向来都是靠本事吃饭, 所以比决能够得到领导厚爱。 下个月他们最有望大发横财, 有极星加持, 最有望转运成功, 旺盛至极, 有望财源广进财运亨通。 第五名, 生肖猪, 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, 水也拿不走。 正如生肖猪猪人一般, 虽然前半年运势特别的不顺利, 日子过得也不开心, 但好自在莫有放弃, 一直在努力坚持, 终于迎来了大财运, 在本月猪猪人有极星陆星赐福, 横财秒票无数, 再挪撑过这几天, 就有赚不完的钱, 付出和回报从来不会成正比, 这也和运势有这紧密的关系。 第六名, 生肖虎之人待人宽容, 处世起来也八面玲珑, 虽然时常有攀比心理, 但他们绝对可以轻松 跟各种各样的人相处融洽, 十月一到生肖虎之人, 最有望赚运发大财, 此时会有很多好事发生, 平安顺遂才愿广进, 如此旺盛的红运实在是挡也挡不住, 轻而易举就能赚得百万横财。 第七名, 生肖竹鼠的人非常的有能力, 今年你们人生做到了事业的顶尖时刻, 你们会有惊喜降临, 身边有好多喜事降临, 命中还有贵人降临, 所以财富降临的生肖主属人的身上, 十月转运的同时, 也是你们喜神降临之时, 正财心降临, 命功, 所以你们的事业能够飞黄腾达, 各式各样的财富, 各式各样的人生降临在你们人生当中。